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多多少少支撑的 有一些人气所在 最近OTC反倒是上涨 涨了0.7%左右 好 现在大家说在外资呢 怎么回事哦 在期货今天是加空的哦 所以好像已经出现了一种 由多翻空的局面了 那外资这个动作是不是意味着说 台北股市在最近来讲 几个交易日还是比较震荡的格局呢 现在个股的部分 锁定的是谁呢 我们赶快邀请到是 湾头国际投顾的曾分医师丁超 丁老师你好 一华好 各位观众好 丁老师要不要先讲一下 大盘 今天开低之后很多人说 应该跟昨天一样 今天开低 没有昨天开那么低 所以应该还好 结果没想要往下塞 往下塞最低还来到了909点 而且没有拉上来 最后面就在这附近震荡作收了 在这个大盘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进一步的来解读 今天还有量 900多亿 好的 今天的走势 其实我在昨天已经稍微有给各位 一点暗示 这不是马后炮 昨天为什么会开低走高 昨天开低走高 其实最大的原因在于主力 或者是中师傅 或者是法人 他们选举之前 他没卖股票 套劳一大堆 一时之间跟投资朋友一样慌掉了 所以他们昨天会去买股票 卖股票 所以昨天的做法很简单 不花钱买股票的 就是自己套劳一万张股票 坛中买五千张 收盘卖五千张 等于是当天没有进出 但是还是留了一万张 这个是一般非常简单式的一些主力的一些 当冲茂克的一些做法 所以昨天是玩假的 为什么说玩假的 因为昨天大部分的股票 涨停板创新高的股票 强势股的股票都是中小型股 今天还是一样 换句话说 有一些股票能够创新高 就是筹码稳定 那昨天强势的股票 今天又转为弱势股 其实很多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应验我跟各位讲到的 这个礼拜就是震荡 而且这个八千九百九十八点 昨天一个低点 不能够保证是这个礼拜的低点 这个地方是我个人在昨天 延续到今天的讲法 那今天开低走低 成交量又放了出来以后 放大出来以后 外资的整个净多单是大幅的减少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美国股市已经开始要跌了 我在昨天已经跟各位暗示过 美国股市它不会天天涨的 一直涨的话就涨到月球上去了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 它一定是涨一段休息一段 就算是多头 它还是涨一段休息一段 何况美国的正乖离过大 这个地方连续涨了六七个礼拜以后 我想酝酿非常大 强大的中线跟管线的卖压 一旦有人丢出来股票以后就急杀下去 所以美国股市已经面临回档修正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地方会不会造成台湾股市的压力 一定会有 因为外资他首先做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 他发现美国股市准备高档震荡要回档了 他一定会开始在这个期货部位里面减少多单 或者是下空单 另外他会卖先卖出啊 他会减仓卖出这些全值股票 所以我在今天盘中的时候 我也跟各位讲过 什么叫做全值股票 例如说很简单 台湾五十档股票 或者是台湾中型一百一百档股票 这一百五十档股票外资一定会卖的 那所谓一定会卖 表示不是说每一档都会卖 他会调配 他有时候卖这一档 有时候卖那一档 有时候卖这一档 昨天跟今天非常明显 他是先卖这个金融股 先卖金融股 其实卖金融股啊 很多人就是认为说是因为跟选举 之后的关系 我想这个只是一个部分 但是大部分原因大概就是跟外资认为美国股市快要回党了 所以现在要操作上这个礼拜 我先讲这个礼拜下礼拜下礼拜的事情再讲 这个礼拜基本上要操作股票应该是以中小型股票为主 就是像类似像OTC嘛OTC最近就两天都蛮强的嘛 那另外就是啊 就是要操作就是一个概念股啦 概念啊 不是臭概的概 是概念的概 因为最近这涨 就是自己大家反正就是啊 在这个市场里面啊 几乎是啊 就是有点 跟我们现在目前的啊 辅焰一样 有点乱啊 一样啊 所以大家就是乱想 乱猜啦 比如说最近啊 大家就流行的科匹概念股啦 那就是做营建股啦 营建股就是科匹概念股啦 就是想像说未来啊 什么要住宅 什么改建啊的 类似啦 或者是生计股嘛 生计股嘛 最近生计股昨天强 今天更强啊 对不对 这这这些其实都不占全职的 都不占全职就是整个市场里面啊 题材一来 其实资金主流就很容易进去这些股票做做短线嘛 这个指的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概念嘛 那你有这种概念之后 你就知道说 其实啊 现在做多是不是可以做多 当然可以做多 那问题是 真的是有些股票不能做多 你要避开大的 那个像大象形那种的 那种下礼拜再来做比较好 因为你要提防 万一美国股市真的被我料中外帅下去的话 那你买那个台积电 买那个红海 或是你会很麻烦喔 可能会买联发科 之前我们在做联发科嘛 或者是那个 那个可乘那种比较大股本的 台湾五十那种股票啊 那个你再大利多 你都不要管他 听听就好了 那股票一摔下去 外资会卖的 一定会卖的 只要美国股市跌啊 外资一定卖 保证卖 天天卖 卖给你看 因为外资操作股票就是按照全职操作 它越涨会越买 越跌会越卖 你一定要记起来 一定会卖的 所以只要股票跌 外资一定会卖全职股 阻挡不了的啦 这个到时候你再讲说 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我跟各位讲 只要股票跌下来 基本面就不如一碗泡面 泡面还可以吃啦 基本面不吃啦 不好啦 所以基本面是应用在中长线 他在短线的修正 用技术面在操作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我们虽然我在选举之前 把所有股票全部出清了嘛 那昨天台北股市是跌点188 后来拉上来只有跌了60几点 很多股票也是从低档拉上来 表现不错啊 对不对 那今天又开低又走低 那还是有很多股票 这上市跟上跪股票其实好像也有五六十档涨停板 对不对 那我们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对于指数啊 保守啦 但是对于12月的行情 我是很看好啊 12月啊 我讲的是12月 所谓12月的行情是 要到12月31号那天才叫12月啊 不是说今天12月2号你就说12月啊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利用这个礼拜啦 利用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布局啦 讲布局是有点 你觉得好像是 对不对 好像讲这个布局好像觉得 好像觉得很保守 其实这种股票本来就是要低档去买嘛 你就是看什么股票准备要发动 或者是强势股的拉回 或者是弱势股的转强 我等一下会提到一档股票就是 我昨天有在这边也跟各位谈到 有暗示过了 等一下就是5272的深刻嘛 就是物联网这档股票 今天工上涨停 今天就是我们做的 那我们今天我们我今天看看上一档股票 不要说看上 其实在我们投资组合里面 我们用电脑程式在交易 他只要一旦强势强势出来以后 在我们投资组合里面他会冒出来嘛 那我们发现以后我们就就买进了 那买进以后 我们买进以后 当然买进之后不见得说一定要涨不涨的问题 就是一个讯号一个拐点 你进场之后 如果不对马上跑嘛 对了就加码上去了 就是这样做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大盘 现在目前走势 大盘我是不看好的 这个大盘我们的加钱指数 为什么不看好 因为你想想看 现在目前来讲 他在这个地方昨天开低 走高 那昨天虽然成交量是大的 比较大 大于这个选举之前 但是问题是昨天我谈过 那个所谓的大是一个交换 筹码交换 他不是一个买盘 他是筹码交换 就是 上个礼拜五没有卖掉的 吓到了 你就很紧张 一大早开盘 哇 吓死了 赶快把他丢出去 那有些人就是有卖掉以后 就赶快把他接回来 就是筹码交换嘛 不要的人卖给要的人 就是筹码交换嘛 那不是真正的买盘 那今天压下来会有买盘下来 因为大家在等 如果说昨天没有买到的 昨天没有去抢的人 今天会利用开低 压下来去买 像我们这种人 就是昨天不买 今天买 那我们就很现实啊 也许我们明天就卖了 那你不能怪我做这么短线啊 因为行情就很危险啊 万一美国崩盘 那我还得了 我就吓死了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在做 是很不得已的做多 不是我愿意做多 实在是因为短线来讲 中小型股会涨 有时候涨一天两天三天 赚了就走 其实在做股票本来就是做短线 那以这样目前月线来看的话 月线不管有没有跌破 今天又有再度跌破 月线是20日均线嘛 昨天有跌破 今天又有跌破 那跌破没有关系 他就一直在月线 月线 20日均线这个地方来游走来整理 跟这边一样 那这一次喔 这一次的整理时间 我想应该也不会 应该也不会说太少啦 你如果说我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啦 选举虽然结束了 大家就把选举的事情把它忘记了 对不对 不要再想选举什么样子结果 怎么样 都不要 从现在开始以后向前走嘛 我们股票族我们就是要赚钱啊 那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他们有他们自己要忙的事情嘛 那上班族有上班族的事情要忙嘛 那我们做股票 我们讲难听点 我们就是在这边捞钱的吧 那别人认为我们好像在赌博嘛 其实我们是有缴税的赌徒嘛 其实也是赌博嘛 讲赌博很难听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是在这边论输赢嘛 那股票族的工作就是做对嘛 你涨的时候就做对 做多嘛 跌的时候就是做空嘛 就是卖嘛 就是这样做啊 例如说 我们讲到升科嘛 我昨天谈到升科啊 升科是什么 这档股票 你也不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操作啊 我们看一下升科的一个K线图 昨天我在这边有提出来说这档股票要注意嘛 那要注意 我们为什么要注意 你看昨天是不是量不大 昨天量不大 对不对 是不是利手上升月线 这边是不是月线 我昨天有讲过说这条是季线 一般人都认为说季线有反压 所以过不去 如果你一直认为季线是反压 过不去 那台北股市不应该做多啊 因为台北股市已经跑到季线市上已经一个多礼拜了 大盘喔 在季线以上 季线下 季线向下中空盘 突破下降季线已经整理一个礼拜啊 如果你认为说季线是反压 那我们应该全部看空 看8500点 8000 所以不是这种理论基础 季线向下 他在这个地方 试图要来挑战季线 但是他成交量太低 他只是在测试 那压下来以后 昨天进入一个拐点 我昨天讲过 昨天这个回测上升月线第二拐点 那今天要跳空往上 没有跳空 开平嘛 表示今天的力量是延续昨天 而且今天放量 今天放量一定会通过高点的吧 所以我们今天一大早 我们就较劲了嘛 较劲以后 今天充了掌停板 其实就是马上拿到一个掌停板 那像今天掌停板 又在尾盘 这个是 这个是物联网 我等一下再补充啊 物联网 他 他其实就是跟力旺有关系嘛 他是最主要是做无线射频IC晶片嘛 物联网其实他分的很广 我等一下等一下再补充 最近的力旺 3529力旺 今天虽然有小回党 但是他其实他除了做细制裁以外 他是IC设计股嘛 他也卡位到物联网啊 卡位到物联网 所以整个物联网这个部分 又现在目前碰到台北的资讯展 大家忙着选举都忘了资讯展嘛 对不对 那资讯展他一定这个部分里面 他以后 从今年开始从70万台的装置 71台的装置 要到2018年要跑到181台 到2020年要跑到261台 所以这个地方是未来的一个造元产业 造元产业 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在这个节目里面 一直提到物联网 物联网这个概念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喔 我们比较力旺就好了 力旺这档股票 其实见仁见智啦 那你就是跑到 力旺跑到三百六十几块 跑到三百六十几啦 不错啦 但是其实力旺都可以跑到三百六十几块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 像这个申科 这个5272申科去年获利是两块六毛八 那今年会超过三块钱 那你说他如果按照PE值跟PP值比起来 是不是算是 几乎是比较委屈 股票价格比较委屈吧 那另外一档股票 其实做这个物联网里面 一样做无限色评IC晶片的就是盛群 6202盛群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盛群这档股票其实一直都在选拳 选拳一直都有在涨 它都也没有跌过 不是没有跌过 它是比较少跌 它是一直在往上涨 所以以这三档股票做 当然这个地方我等一下下半节再补充 我说在一个无限色评IC晶片里面 比较大家比较认识的这三档 就是利旺 盛群 还有申科 那申科这档股票 今天涨停板之后 锁住的涨停板 那明天会不会有高点 那一定会有高点 那明天的高点的话 那整个市场的买盘力量会不会被注意到 会不会上来 那一定会上来 所以现在做的概念 一个概念就是 我讲完听点 一个概念就是短线 尤其在这个礼拜 先做短线 那等到调整到下礼拜以后 因为我现在为什么没有叫各位去做全职股 你想想看 我讲的比较严肃一点 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去看 你看美国的那一棵大树 NASDAQ指数 那一棵大树都快倒了 那风吹草动 那一棵大树 我们这边也有 竟然有那棵大树 那棵大树 你看 这个是十字线 这个是往下跳空 这是转折 这是reverse 这不小心一踹就到季线了 我不是 我不是在恐吓各位 我说你像这种图形 正管理这么大 短线来讲 从4116点 跑到了4810点 从十月中旬 台北股市这边是8501点 那跑到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跌过 那你这个地方 酝酿的一个升幅 涨幅 你看 在NASDAQ指数里面 你看苹果涨多少 在费城半导致 SOX里面像美光涨多少 Intel涨多少 这一旦随便摔下去 对不对 就垮了 就马上做修正 那我请各位 如果美国修正 NASDAQ指数修正 SOX 费城半导致修正 ST500修正 我能够做的股票 我能够对我的会员负责 或对你们负责 我认为就是做小型股 小股本的股票 然后打带跑 一旦发现不对劲 今天买明天就马上砍掉 没有关系 其实我是这样子个性 那因为有时候股票要做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 例如像之前我做到那个陈鸿 我们也抱很久了 我们抱一个多月 抱一个多月 对我们来讲就是算长线了 我们做股票 我们抱一个多月 赚40% 涨了40% 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好的 一个丰富的一个收获 对不对 所以做股票本来就是做短线 那打带跑 今天买明天不对就跑 明天对继续保留 后天不对后天就跑 这是我跟各位 我对大牌来讲 我还是相当的保守 我们交给主持人 好所以在这个大牌的部分 丁老师看了 这个比较保守一点 可是呢相对来说 中小型股很有机会 在刚刚就说到了 今天呢布局的升科 今天升科就拉到了掌听板 那么稍后呢 还有更多的个股 怎么样进一步的来剖析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精准掌握趋势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次进出点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不是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美的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KANON ST Juan power Photoshop G7 X 亲密时刻 完美深刻 KANON 你永远感兴趣 一腾3C减压多胶镜片 看远清晰 看近舒适 现在配一腾3C减压多胶镜片 多胶的价值 单胶的价格超值又舒服哦 Kobayashi 小林眼镜 谢谢你的支持 及默默陪伴 谢谢你 守护我最爱的家人 谢谢你 一半零五分的付出 你的健康 你的权益 我们永心保护 合法聘雇保障雇主外劳权益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关心您 欢迎欢迎来到超级大音家 在今天最新筹码面的数字已经出来了 今天果然台北股市往下跌 外资是站在卖方 今天卖得蛮多的 光是外资就卖超将近94亿 而且期货的部分今天也是稍稍的翻空来操作了 那么接下来丁老师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所谓的投资目光 从全值股开始转向了中小型个股了 是的 应该是要这样做比较好 因为虽然外资今天卖 不代表明天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继续卖 没有保证会这样 但是外资为什么要先开始减码 卖潮 因为应该是跟这个 我刚刚谈到的就是 他们发现 他们其实他们 你不要以为外国人都是笨蛋 外国人不见得每一个都是笨蛋 外资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诸位 有的也是有聪明的 那外资他也会有一些人会闻到的蛛丝马迹 他也会担心说万一美国股市跌下来 那他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他也会做黑菌做避险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 9000点附近 到底是不是一个支撑 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理由 来形成这个地方是支撑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说有跌下去 如果真的有跌 从明天开始假设有跌下去 其实这地方就会 你要开始注意 是不是未来来讲会形成一个拐点出来 这个地方先做一个补充 那我们再来来跟各位介绍 我说现在做小型股 中小型股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 基本上中小型股 这个筹码比较安定 那外资讲难听点 外资也比较没有 也比较没有 然后也比较有体材 也比较有体材 我刚刚谈到就是 继续讲这个穿戴 这个物联网这部分 那物联网它分很多 比如说像短距离的 我们先把物联网跟各位讲一下 什么叫物联网 物联网就是透过感应器 感应器就是感应器 不管是机器感应器 或是感应器 感应器就是感应器 资料搜寻好了以后 它会整理汇总运算 那最重要把它运算到 不用的资料把它剔除掉 有用的资料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送上 送上云端 云端听过吗云端 那透过什么东西送上云端 透过 网路嘛 internet 透过网路送上云端 就要通过网路IC嘛 那送上云端以后你不要乱送哦 照片要送的话要小心一点哦 因为避免有时候被没有加密被人家拉走 云端就是不在你的装置里面送上云端装置 那送上云端装置以后呢 云端里面它会造成剧量的运算 云端有一个有一个剧量的运算 剧量运算以后呢 那它会把有用的资料 再度的留下来以后 那用分享 分享物与物之间的连结 所以物联网这个商机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这个你猜明界就讲过了 那连发科那个总裁就讲过了 他说他现在目前来讲 从现在开始 从以前云端以前是1.0 现在进步到云端的2.0 已经跨越另外一个世代 而张忠谋也讲过 物联网是一件大事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跟各位提到 就是刚刚讲到的申科 或者讲到的力旺 或者是讲到的盛群 还有就是像WiFi晶片的 透过WiFi传输的WiFi晶片的 瑞玉也是物联网卡位的啊 那另外就是 迁入是IC的 我讲过了就是 昨天也谈到的就是连结啦 3094的连结啦 或者是什么 3169的亚信 对不对这是物联网 另外就是做NCU的 为控制器的 最出名的就是什么 盛群啊 还有就4919的新唐啊 这些都是啊 还包含人像什么原相啊 或者是 其实连发科啊 应该是物联网的龙头啊 连发科啊 连发科他最有能力 这个跟人家策略联盟嘛 二世五世的连发科啊 这些都是啊 那物联网里面他卡到 外围里面就会比较跟他 物联网里面他又分得很广 那最最出名就是穿戴式装置嘛 穿戴式装置嘛 那穿戴式装置里面啊 其实有一档股票啊 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明天有空再讲啊 2439的美利 我们看一下啊 2439的美利 这档股票现在很倒霉啊 这档股票最近都一直在阻底 阻底阻底 但是也也也破不了 也涨不上去 就是一直在整理 他就是标准的物联网里面的穿戴装置啊 像这个股市在低迷阶段啊 股市其实在低迷阶段 尤其是大盘有风险 下跌风险 你反而要注意这种 领先别人修正啊 被打垮的股票 打垮不能就一直 不能一直破底哦 打垮以后整理的股票 要特别注意 另外像那个最近啊 太阳能股啊 大家不是最近都太阳能股说 要双反要中判嘛 对不对 又一下子又受和 又被要告清权啊 对不对啊 其实我跟柯哥讲 我发现太阳能股好像要涨了 我感觉啦 像这种被利空哦 你不要怕利空 其实如果股票价格是在低党 利空来最好 那股票价格在高党 利空当然会害怕嘛 对不对 那股票价格如果在高党 利多来不好 因为到时候人家 利用那个利多来出货嘛 那有时候报纸在写 对不对啊 平面媒体在写 有时候 有时候他 会会有时候 有时候也不晓得是写真的 还是假的 你要查证啊 你不要不要人家讲什么 你就信什么 你那么好骗啊 对不对 又不是三岁小孩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就是操作上还是要 还是一样啦 总归啦 还是要小心一点啦 小心一点就是 不要太过于照进啦 有买就好了啦 那如果说我昨天谈到啦 就是昨天有开低走高 那也跟各位建议说 如果你的股票 利用如果股票 有些股票在高党买的 反弹上呢 你多少要减买一点吧 你不要以为说 你就抱着就以后会解套 9500点两次你都没有卖 都忘了卖 每次都去上厕所 结果跌下来都忘了卖 那现在跑跑反上去 到9200你又不卖 掉下来你又不卖 如果你的股票一直抱着 然后呢 都不卖 然后反弹上来你也不卖 反正什么事情都不管 那不是办法啦 那不是一个操作的好方法 因为你想想看股票它轮来轮去嘛 有时候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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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近来讲又涨到 对不对 生计股 营建股 还有IC设计股 轮来轮去吧 好不好 就是一定要积极动作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 所以在最近来说的话 操作个股 YS手上有好多好多的那种个股 可能要特别的小心了 那么更多个股分析呢 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今天感谢您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